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期间 于11月14日为秘鲁重要的一带一路计划前开港进行开港仪式 这一巨型港口预计将吸引超过30亿美元的投资 开辟一条横跨太平洋的直航路线 并扩大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 《华盛顿邮报》提出示警 中国海军可能会使用前开港作为军舰在南美洲的立足点 美国之音15日报道 位于秘鲁首都利马以北约60公里处的前开港 是南美洲首个智慧港 第一期工程的完成 可以将秘鲁到中国的海运时间缩短至23天 节省超过20%的物流成本 每年为秘鲁带来45亿美元的收入 并创造超过8000个就业机会 前开港由中国航运巨头中原海运建造 不仅将成为秘鲁与中国贸易的枢纽 同时也将向邻国厄瓜多和智利提供服务 并透过公路网络连接南美内陆国家 波利维亚和巴西西部农产州 成为南美洲与中国和东亚贸易的转运中心 这个高科技物流中心将由中原海运独家经营 该公司于2019年投资13亿美元 持有该项目60%的股份 预计总投资成本超过30亿美元 前开港建设是秘鲁总统 波鲁阿尔特任内最大的投资项目 前开港的开港 凸显了在一个过往主要向美国寻求经济机会的区域 中国日益拓展其地缘影响力 这不仅引发美国对区域安全的担忧 更重要的是 它将加速南美通往中国的贸易高速公路 秘鲁政府同时正推动 潜在100亿美元连接铁路计划 这将使更多的巴西大豆 透过陆路运送到秘鲁 然后运往中国 近年来巴西与中国的贸易激增 中国持续扩大与秘鲁和其他南美国家的贸易往来 让美国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中处于劣势 这是南美洲这个资源丰富地区权力重组的一部分 路透社报导称 秘鲁是美国在南美洲面临更大挑战的缩影 鉴于中国对南美主要出口产品 包括玉米、铜、大豆、牛肉和电池黎金属的巨大需求 中国在南美洲的影响力迅速增长 华盛顿邮报报道说 中国对潜开港的兴趣和参与程度 引起了美国的警惕 认为秘鲁可能成为中国军用舰支 在南美洲的立足点 美军南方司令部前司令李察迅 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 潜开港绝对可能按照 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剧本接受中国海军军舰 这对于美国和即将上任的川普来说是一项挑战 也就是如何应对北京当局 在美国后院南方邻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其中包括对秘鲁总统伯鲁阿尔特的影响 秘鲁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密 秘鲁外交部部长习亚勒11月初表示 立马与北京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造访秘鲁之际 签署一份更新版的自贸协定 日经亚洲报道 秘鲁镇加紧拥抱中国 并支持北京主办2026年APEC会议 同时中国已要求秘鲁暂缓批准台湾申请加入CPTPP 中国官媒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两名记者 14号在安徽核心高铁施工现场进行调查采访时 遭遇袭击 手机被抢 手部受伤流血 此事件迅速引发中国网友的热议 并让中国新闻业和记者的处境再次成为焦点 纵合萧香城报 新黄河等中媒报道 袭击事件发生在核心高铁中铁七局施工现场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调查记者王文志和陈子龙 在采访时遭遇现场人员的阻挠和袭击 王文志的手机被抢夺 右手受伤流血 据贵州广电旗下节目百姓关注报道 中铁七局的余姓负责人回应称 现场可能发生了小摩擦 并表示现场代表已前往事发辖区派出所处理此事 事发后 报社回应称已经将相关情况上报 安徽定远县警方表示会依法依规对此事进行调查 此前 经济参考报在12日刊登了王文志和陈子龙的调查报道 揭露了核心高铁多家施工单位 为节省成本使用劣质建材 违规将三元仪柄橡胶弹性电层 偷换为不符合铁路行业标准的再生胶仿制品 这些仿冒品的性能远低于设计要求 存在安全瑕疵 据报道 预袭事件发生在王文志和陈子龙 重返合肥进行追踪报道期间 这则新闻迅速在中国网络社群引发热议 许多网友对高铁施工以次冲好的情况感到震惊 前媒体人以张三峰之名在微信发文称 这两名记者的工作是可禁的 现如今中国这样的硬调查已经不多 但更多网友的反应是 新华社记者你们都敢打 换作是其他媒体 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在捣乱 如果是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 欢呼的人会更多 在河南外媒记者采访洪水也遭遇了围攻 这起事件引发了对中国新闻业和记者处境的关注 记者在进行调查报道时面临的风险 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凸显了新闻自由和记者安全的重要性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日前举办了一场座谈会 发布古兰金节选简著中文版 这一举措旨在推动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引起了国内外穆斯林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同时宁夏政府开始没收旧版古兰金 并分发新的修订版 引发了对穆斯林文化被同化 以及核心教义被改变的担忧 中央社14日报道 在10月底的座谈会上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陈瑞峰出席表示 古兰金节选简著的出版 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重要成果 将成为伊斯兰教经学院的指定教材 规范宗教培训 推动学术界对古兰金教义的创新性研究 以适应现代社会需求 促进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健康发展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认为 这本书的出版能够为中国穆斯林提供经学指导 帮助教职人员和信徒更加理解教义 同时促进伊斯兰教的本土化研究和健康传承 根据美国之音14号报道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已经开始没收旧版古兰金 并分发修订版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虽然目前内部流通的全译本是过渡版本 全本的翻译版本仍在校定中 之后会有更为规范的版本发布 一位匿名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吴中市宗教局工作人员 向美国之音表示 政府发布古兰金节选简作的目的 是确保宗教活动符合国家法律和社会稳定的需要 防止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蔓延 然而他也提到 许多中国穆斯林可能更倾向依靠宗教学者和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体系 来学习和理解古兰金 而政府版本的解读可能会与这些传统产生冲突 旅居海外的穆斯林学者和评论人士却对此表示担忧 他们认为中共当局可能试图以本土化名义 改变伊斯兰教的核心内容和信仰解读 削弱宗教信仰的影响力 一些学者担心 这种改变将来会逐渐演变成更深层的改变 最终透过文化同化来打压宗教自由和限制信仰表达 他们认为这一举措是让宗教与民族文化符合中共特定的政治需求 是对信仰传统的根本性威胁 并对全球穆斯林社群产生广泛影响 穆斯林学者国际联合会成员穆斯塔法迈克东博士表示 为维护信仰的纯洁性和权威性 古兰经中的一些由世界公认的部分 在翻译时不能随意改动 他担心政府主导的翻译 可能会影响经文的原意和真实性 损害穆斯林对经典的理解 甚至影响穆斯林的信仰自由与宗教实践 美国穆斯林学者奥马尔·苏莱曼也警示 任何由政府控制的对神圣文本的重新解释 都可能是控制宗教实践的工具 他强调 这类修改可能是削弱穆斯林信仰自主权 和自由信仰能力的一部分 旅居美国的穆斯林学者 时评人马具认为 中共的这些举措并非简单的翻译调整 而是带有更深的政治意图 他指出 中共当局首先透过小规模改变 测试公众反应 然后在反对声不明显的情况下 逐步推广更彻底的修改 最终目的是消除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 将其改造成符合中共意识形态的内容 借此消除穆斯林群体的文化独立性 试图透过文化同化 消除对其统治的潜在威胁